道将是,亦同得道修道,此乃佛缘以至。六求道对我的生活有什么影响?现今正知上天恩开,先天大道普传,拯救良善之时。 不普传方式皆以方便善巧,与众生起机为原则,因此修道不会对我们正常的生活造成任何负面影响。 这与一旺许多人苦修苦恋,甚至出家的修行方式有很大差别。 也正因为如此,先天大道能在日新月异的现代,适应社会的各个阶层,穿不到世界的各个角落,使人人皆有共沾天恩的文大道的机会。 关于求道对生活有什么影响,我们又以下几点来看意与任何宗教没有冲突到,代表着天地万物及我们一生之最高主宰与真理。 不止在各大门,甚至在各大门创始之前,甚至在天地卫生以前,道就已经存在了。 因此,任何教门,只要其教义是追求真理及时见良心,就不会与道有任何冲突。 事实上,不止宗教,只要我们以探求真理的角度去观察,则自然界万事万物皆能与道吻和与印正。 若我们原有某种宗教信仰,求道将不会造成任何抵触。